Hello 大家好 我是龙瑟 前段时间首批搭载电子后视镜的车型是正式上市了 那么有个朋友就问我说 现在我选车到底该选传统后视镜 还是该选这个电子后视镜的车型呢 好 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去看一看 首款燃油搭载电子后视镜车型 北汽新模仿 好 我身旁这款车型就是北汽的新模仿 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就对它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试驾了 因为是一个年度车型 它的外观变化并不大 但不得不说的是北汽模仿的外观 确实是符合年轻人的审美的 首先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封闭式的前列 有一种新能源车的及时感在里面 而且它这里和这里都是有黑色的镀铬装饰 把它整个拉开了以后 会让你感觉整个车是极具科技感的 好 我们上车来说 那么新模仿的隐藏式门八小时给你保留了的 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项目 那最大的变化在哪里呢 就是这里 变成了这种小的后视镜 这种传统大的后视镜没有了 整个的风阻系数降低了 那这个后视镜摄像头好用吗 我们车上说 好 你上车来以后你会发现它整个北七新魔方的设计 依旧是很年轻化的 首先整个中控是一个壮色设计 它是一个金黄色配上银色镀铬和黑色的这种装饰 会让你感觉整个的青春感是很足的 并且它还有好几款颜色可供选择 除了整个内饰的配色以外 你看像整个座椅它是一个一体化设计 龙丝我这种身材270的体重 坐在里边你会感觉整个包裹性是很强的 坐在里边就有一种想驾驶它去战斗的感觉 而且除了在这些装饰上面显得年轻化以外 它的高科技配置也是很足的 首先它的整个屏幕搭载的是麒麟990A的一个车机芯片 整个反应是很快的你看小一小夜 将空调开至26度 导航去江北机场 第一个 你看它整个车机反应是非常灵敏的 并且这里还配备了一个无线充电面板 而且在这上面是有显示的 当你手机放在上面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上面进行了充电 这样的话在你眼不离路的时候 你就能做到手机充电没充电是很清楚的 虽然说长了头视镜是看这里 但这里配备了两个后视镜的屏幕 会让你感觉是很高科技的 并且听厂家宣称 它整个的屏幕加起来是100寸这么夸张 首先是什么 首先就是这个ARHUD 它是有60寸的大小 并且仪表盘也是一个屏幕 然后中控屏还有这两块屏幕 加起来一共是100寸 最加起来就是家里边的那个大电视 而且它们执行的是分别不同的功能 好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它搭载的是麒麟990A的芯片 那这个系统的话 这一块搭载的可是鸿蒙车系统 它能做什么 打开这里 你看 基本上你PID上面能做什么 这上面都可以做 而且这里有个应用市场 可以进行下载 什么优酷啊 哔哩哔哩哩啊 什么今日头条啊 就是只要你手机端 或者派的端能做的 它都可以做 好那么刚刚我们说了 新魔方最大的变化 就是电子后视镜这一块 它从传统的那个玻璃片 变成了这种电子的 那到底好不好用呢 首先我就发现 当我刮到倒挡的时候 你看 它的后视镜两边把视野变广 那么我知道很多豪车 都会配备一个后视镜下翻功能 那么后视镜下翻以后 下边是能看到轮胎了 但是你上面是看不见了 但这种电子后视镜的好处就是 直接把整个画面拉档 相当于就是上面的 我不裁线你 而下边的话 我直接能看到轮胎与马路崖的位置 这样是很方便的 而且当我挂到前进档 挂到前进档以后 整个屏幕又回到了 传统后视镜那种视野大小 会让你很快去适应它 当我手放在这里的时候 我会发现 它整个的延迟是很低的 它不会是那种很快 就是有摄像头传递到屏幕上面 有一个延迟反应 那它没有 你看 整个反应是很快的 当我手放过去的一瞬间 我的后视镜就能看到它 这样我觉得 整个后视镜目前来看是好用的 待会我们开起来再看看 它到底开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好 现在我们将新魔方开在路上 整体的驾驶感受的话 首先它搭带的是 那个双10加的动力组合 1.5T最大功率130 8000瓦 峰制扭矩305牛米 配合上双离合的那个10加的变速箱 整体动力响应也算是 10万级别里边算是挺不错的 那么科技一定是为驾驶服务的 首先就是这一个60寸的AR HUD 它整个的显示是很清晰的 并且它能根据前面光线的变化而进行变化 颜色有深有浅 那当你到强光的时候它整个会变得很亮 当你到弱光的时候它也会变得很弱 让你觉得没这么刺眼 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电子后视镜 其实这个整个电子后视镜的话 说实话对于新手而言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 因为看惯了传统的这里有一个大的后视镜 就突然把屏幕变在这里我会觉得有一点不习惯 但是你会发现电子后视镜的优势就是在于 比如说像你高速过弯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动后视镜 它这里能扩宽整个视野 会让你的后面看得更清楚 好了今天我们简单体验了一下新魔方这款设计 首先它搭载了一个双10家的动力配置 并且它和92的油 百公里油耗也不过7升多一点 而且它搭载的是鸿蒙的车机系统 那可是车机界的天花板 并且它还配备了电子后视镜 起售价只要99,900 不到10万块钱的车型 你会喜欢吗 各位留言让我上次下期再见